放开我 我这孩子还在里面 医生你冷静点 现在进去连你也会没命的 哎快看有人出来了 小姨孩子没什么大碍 但洗了一些浓烟 保险起见 还是让医生检查一下吧 谢谢您 真的谢谢您 不用客气 就是顺手做点好事而已 今天的刑事任务算是完成了 哎小楚啊 又去做好事了 对 爸妈的愿嘛 给孤儿院送的货物 已经全部送达 按照您的要求 都是匿名 好嘞 辛苦了 宿主当日获取功德值 货中救人 八十万点 连续二十四个月 捐赠孤儿院 五百万点 两年前 父母给我留下了四句话后 便音信全无 血跃凌空 打击现实 苦海何度 为仇功德 从那天起 我就觉醒了功德值系统 可这个破系统除了能技术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宿主当前拥有功德值一万一点 已达到系统上线 哎 老爹老妈 你们在哪儿搞什么神仙实验吗 这鬼系统到底有什么用啊 我去 怎么干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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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街现实 苦海何度 为仇功德 恭喜您获得了原作游戏的玩家资格 既离第一次副本开启 还有23小时59分59秒 58秒57秒 原作游戏 玩家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吗 不对 这不是虚拟的 是真实存在的 37秒 36秒 又 又怎么了 检测到宿主已拥有原作玩家资格 功德系统后续功能即将激活 系统的后续功能 插件加载中 功德消费功能已解锁 宿主信息更新中 原作游戏内最高货币权限已获取 消费 货币权限 原来功德系统是为了这个游戏而准备的 难道爸妈把线索留在了原作游戏里 还是先调查一下吧 您正在搜索的内容为绝密信息 请先验证您的身份信息 竟然还要验证个人信息 这到底是个什么游戏啊 玩家您好 人类安全保障局温馨提示 原作游戏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未知现象 在游戏中您可能会遇到各类出发 请优先保护自身安全 在保证存活的情况下 尽力完成原作游戏内发布的任务 如一切顺利 您在完成任务后即可获得奖励 用于购买各种道具密绑甚至是特殊能力 如果任务失败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包括但不限于抹出玩家的现实存在 请务必牢记 每一次游戏胜败不仅关乎着您的自身安全 也关乎着人类的命运 祝您好运 危机四伏的诡异游戏 但只要完成任务就有丰厚奖励 看来是风险以机遇并存啊 我有功德值系统 起点应该比别人更高一些 老爸老妈是这个意思吧 看来得好好准备一下 人靠仪装马克安 我爸说的 浴室不要慌 先帅就完事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距离游戏开始 倒计时 请玩家做好准备 那就让我看看 这个世界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冷静 先观察一下周围 冷静 先观察一下周围 这些人也是被传送进来的 应该 就是我的队友了 老人家 您怎么样 我没事 看你们几个人的状态 应该都是第一次进来的新人吧 难道 难道大叔你不是第一次参加 我可是成功通关了两次的老手 别把我跟你们这些菜鸡混为一谈 作为前辈 好心告诉你们 一旦被选为玩家 在你余下的生命里 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游戏 什么 另周一次 这大汉一见面就炫耀他老玩家的自力 其实应该是想树立威胁 那我就顺着他的话吹捧两句 说不定能掏出一些有用的信心 大哥 您这么厉害 肯定有很多经验了 能教教我们吗 经验 还真有一点 那首先呢 就是 不要多管闲事 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嗯 还有就是啊 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 如果违反 轻则受到惩罚 重则会直接磨除 那也就是说 只要在规则范围内 做什么事都是被允许的 我说 我好像收到了一个提示 说什么新手伤诚已解锁 你们有吗 真的 我也有 随便看看就行了 买东西需要原罪币 你们这群新手 现在啥也买不起 小伙子 原罪币能用真钱换吗 你想的没啊 那可是原罪游戏的专用货币 无论游戏内外 都是稀缺品 我通关了两次游戏 才赚了八千点而已 货币 我记得功德值 好像获得了原罪游戏内 最高货币权限 各种可以使用功德值 兑换原罪币 兑换比率为1比10 1比10 我的功德只有一万亿点 这样算起来那岂不是有 十万亿元罪币 打开新手商城 清新丹 隐身符 震魔符 价格都挺便宜的呀 这个怎么比别的东西贵那么多 白虎印 内部蕴含灵力 可用于镇压各种斜碎之物 算了 反正我请 都买下来好了 系统 先给我兑换十万功德值 您已获得原罪币100万点 消耗功德值10万点 请给我兑换十万 OULD 又是一年 荒石风 欢欢兴喜 即业大浑 红辣白竹 泪如径 请养陪假 鬼村 好像有人在唱歌 要正式开始了 山中鬼婚即将开始 通关规则存活至婚礼结束 或成功阻止婚礼 游戏 正式开始 这块是我的 我们也要这么吃吗 这里的村民哥哥面黄鸡瘦 厨上的菜市却如此豪华 这不正常 这小子说的没错 几位客人 怎么不动筷子呀 这事 怎么办 哎呀 装听不见 今天大写的日子 几位可不想给我们鞭子了 来人 春秋 兄弟 别客气 妹妹别干坐这样 小伙子 快吃吧 喝一口也行 来嘛 来 快张嘴 爷爷喝酒啊快喝嘛快喝吧 好好爷爷喝 你们看爷爷喝完了 哎呀呀怎么才一碗就对了啊 张大爷怎么样了 面色无清 血管发黑 应该是中毒 他说 我又没有办法去救张大爷呀 救什么救啊 都告诉他有问题了 还不听我的 这下中毒了 我上哪弄解药去啊 解药 我记得我从新手商城里 买了一颗清新蛋 清新 可解除一般的中毒效果 这蛋药应该能解脱 问题是 你拿出来了 怎么和他们解释呢 可不救的话 会直接损失一名队友 要是因此无法通关了 可就得不成失了 问题是 怎么和他们解释 可不救的话 会直接损失一名队友 要是因此无法通关了 可就得不成失了 小哥哥 你这是什么药啊 真的能行吗 这是清新丹 说是可以解毒 啊 清新丹 那不是商城才能对话的丹药吗 这小子不是第一次进来吗 他哪里来的原罪毕业 张大爷 您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 这都是应该的 恭喜宿主 你已完成今日功德任务 又人一命 获得功德值一万点 太好了 在游戏里做好事 也能长功德 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请注意 本次任务信息已更新 完成组线任务后 即是为通关 完成支线任务 可获得额外奖励 这个支线任务 看起来挺简单的 至于支线任务 还是量力而行吗 喂 你们注意到了吗 刚才还在这里的那么多村民 全都不见了 我去啊 真的没了 应该是趁我们注意力 都在张大爷身上的时候离开了 就是不知道他们 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喂 你要做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 该死 大方被锁上了 你停下来 不可能 你 你干嘛 都说了 不要做任何多余的事 还没吸取刚才那老头的教训吗 大哥 那群村民明显对我们有敌意 等下去只会越来越危险 但现在 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们又能怎么办 刚刚的任务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只要找到了新娘 我想就能找到突破口 可是要去哪儿找新娘啊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应该就在那边的主屋里 谁家的新娘 会待在那种阴森的屋子里 说不定屋里全是陷阱 要去你去 我可不去 其他人呢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我 还是在外面跟大哥一起吧 这样也好 你们就在外面接应吧 顺带照顾一下张大爷 少命令我 我们走 怎么有这么多人呢 别慌 那些都是纸人 婚房白纸人 这新娘 不会害怕吗 这位姑娘 我们是被卷进这场鬼魂的路人 想要带你一起逃出去 小哥 她怎么不说话呀 在下得罪了 什么 怎么连新娘都是纸人 直线任务里明明有一条是拯救新娘 可这纸人怎么营救 如果是纸人 烧掉应该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话 外面也太简单了点 搜索一下这个房间 看看有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好 有了 床板下面是空的 刚才老伯中毒 也是她第一时间发现的 这女人不简单啊 让我看看 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老贾 让 躺着吧 你们 一起用力 一 二 三 这是 地道入口 咱们 要下去吗 事已至此 没有退路了 下 似乎是个地窖 那边好像有条通道 走 看看去 不是 扎克大姐 我恐高 你们等等我 那边好像有条通道 走 看看去 不是 扎克大姐 我恐高 你们等等我 喂 你们说这地方 会不会突然冒出来 什么奇怪的东西 有可能 都把眼睛放亮一点 我好像 启到什么玩意儿了 有意的断手 瞧把你吓的 就是个纸糊的道具而已 啊 可恶啊 吓老子一跳 但是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纸人呢 小的时候 我爸曾经告诉过我 怎么来 大户人家的新娘出嫁 除了有嫁妆之外 还要有陪嫁的人 我刚才仔细数过了 这里的纸人一共是六个 在楼上的房间也有六个 我们这个队伍里 也是六个人 难道说 你猜的没错 咱们 就是这场游戏里 鬼婚的牌价 怎么会这样 难道 这也是一个必死之局 肯定不会 但我现在倒是可以理解 主线任务 为什么是存活制婚礼结束 或者是阻止婚礼了 快 我们要赶紧找到新娘 小哥 前面有上门 这是木门 我曾经在我爸的民俗笔记里看见过 按照笔记里的说法 灵魂的新娘 都会待在这里面 还真有 你猜这个是真人还是纸人呢 看看就知道了 是真人 而且还有呼吸 能叫醒她吗 不行 后面一传都很深 应该是被挂了药了 来大把手 先把它弄到上面再说 好 时间 把她转上去 我知道 慢慢 放下就行了 这姑娘看着不胖 怎么这么重啊 是你们两个太虚了 你们怎么才回来 外面出大事了 怎么了 村民 是村民 他们要砍我们 大叔快挡不住了 果然是要把我们当陪驾呀 张大爷 你们有没有找到 可以离开这个院子的路 我刚才转了一圈 这地方四面都被围起来了 只有西边的院墙低一点 说不定能爬出去 继续待在这儿 爬是不行了 带上新娘一起逃吧 好 那是什么东西 我警告你们 再往前一步 我就要反手了 小废话 你死吧 好厉害啊 不愧是老管家 什么回事 学会反射宿主 你直面了怪异之力 以解锁头剑 幻动鞭挞者 即便残响级 以折磨他人为乐 可使用长鞭攻击 每次攻击后 会对使用者造成固定伤害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 还把别人惹事 大哥 往这边走 我们翻墙出去 他们把新娘带走了 快抓住他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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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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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手可真狠 看什么 没见我女人打架 给我把他们围起来 一个也别放跑 几位 我最多还能再扛鬼使三鞭子 你们有什么保命手段 赶紧拿出来吧 那就让我来试试 这好不好用 那是 一切远罪并一张的枕魔符 连我都不舍得买 那小子怎么搞来的 三鞭子军 太乘神帮 杀鞋文传 雕鞋屁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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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小兄弟 这威力真没谁了 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 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 厉害啊小兄弟 这威力真没谁了 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 不 这魔符的作用是驱魔 这些村民虽然身体异化了 但本质还是人类 挡不住他们太久的 它不也是血吗 怎么知道这么多 哈哈 那咱们该怎么办 看来 还是只能按原计划行事 反抢逃走 等等我 这些骚 他们跑不了多远 一定还在这附近 快 把他们搬到房间里了 巡逻的村民已经被我们打晕了 短时间内是安全的 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 已经救出了新娘 但却没有任务完成提示 难道鬼婚还没有被阻止吗 哎 他好像醒过来了 我 我在哪 姑娘 你还好吗 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我叫白铃 发生了什么事 你连自己的婚礼都忘了吗 啊 婚礼 我想起来了 我只是乘车 从这个村子旁边路过 结果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截了 说要让我当什么新娘 现在那帮人 就在外面拼命找你呢 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 除了你刚才说的 你还能回忆起什么吗 让我想想 啊 我还真有 赶紧把礼服穿上 啊 我不要了 你们几个搞快点 实在不行就用药 可不能耽误给明母娘娘送亲的时辰 是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看来所谓的婚礼 其实是只将这位姑娘 献祭给明母娘娘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通关条件吧 阻止婚礼或者存活至婚礼结束 没错 完成任务的方式 我才可能有两种 第一 带着白姑娘躲起来 只要超过特定的时辰 就算过关 那第二呢 找到明母娘娘庙 直到黄龙 那还说什么 选第一种 可是万一 万一藏到一半 那些村民发现这里 咱们不就死定了吗 没错 相比之下 第二种方法 反而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咱们一群人走出去 难道村民会视而不见 按我前两次的通关经验 还是苟着最保险 可以试试这个 隐身符 可在一柱箱时间内 为五米范围的所有人隐去身形 你们只要靠近我 也可以享受隐身效果 浴室冷静 头脑清晰 还带着各种道具 这小子 真的是新手 外面没有人 记住 隐身范围之五米 千万不要离我太远 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呀 别玩了 赶紧走 有村民过来了 大家小心 隐身符持续时间还剩多久 足够我们避开这里的村民了 穿过这间寺堂 应该就能看见娘娘庙了 大家赶紧进去 时间正好 后面就没有村民了 那边有本书 我觉得你会感兴趣 什么书 这个村子的村质 原来还有这种设定 小伙子 里面写了什么 时间宝贵 咱们边走边说吧 把手给我 谢谢 白姑娘 你听说过黑雨吗 当然 黑雨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东西 听说是因为当今圣上无德 一星只就长生 结果闹得是全城当道 朝野混乱 这才惹得上天这么 笑笑黑雨 才是被黑雨淋过的土地 寸草不少 导致恶票便宜 有些人为了活下去 甚至不惜人为了死 隔壁江州最近也下了黑雨 我就是为了求生才逃到这里的 没想到 没想到 山里虽然没有鸡鸣 一大堆的妖魔鬼怪是吧 哎呦 好疼啊姐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按村志记载 这个山村从未有黑雨降临 都是因为有明母娘娘保佑 但万事皆有代价 明母的力量 让村民们变成了非人非鬼的怪物 按村志记载 等一下 怎么了大叔 按照我的经验 前面的明母庙里 应该会出现这次游戏的守官人 守官人是什么 就是最终BOSS 我先提醒你们 如果谁被他干掉 可能就意味着 彻底消失 你 不是吧 我可不想死在这儿啊 各位 我有个想法 或许能保证我们顺利通关 那你快说吧 根据村志的记载 我们需要 好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娘娘庙外逗留 行命长了吧 守官人出来了 大家小心 原来是这次的忌评 几位居士 是赶着投胎吗 我先去试试他 要是打得过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幻痛鞭炸者 留守 竟然还会缺鬼 是龙虎山天师一脉的传人 什么龙虎山 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原来只是个野狐蝉哪 那道爷我就不客气了 徘徊三菜间 不幸接触吧 收 什么 这妖刀 竟然连云子游戏的召唤物都能吸收 好厉害 虽然品级不高 但也算是一份难得的英才 我替娘娘笑纳了 不是吧大哥 你这么轻易就输了 我 我 他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这位女基士就是今晚的新娘吧 想不到你还挺懂事 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 我不是 我不是 这手官人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我得想爸爸拖住他 为老爷子争取实践 道长 祭祀的时辰应该还没到 您可否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小子 门挺大呀 反正我们几个陪价 也没多长时间好活了 不是吗 有意思 以前的陪价 一个个都是吓得屁股尿流 像你这般淡定的 倒是少见 老爷我今天就大发慈悲 让你做个明白鬼 说吧 想问什么 这个村庄从未受过黑雨侵袭 这是您的功劳 还是娘娘的功劳 那谁又说 当然是娘娘的功劳 这妙虽小 里面供奉的可是名母娘娘的本尊 那我就不明白了 娘娘既然庇护着整个村子 为何又要村民祭祀活人 你小才真聪明啊 一下子就问到了关切 因为祭祀活人 不是娘娘的要求 而是献给本道爷的血实 为我射魂奔打而料吧 没人能逃得过道爷的手心 这是什么意思 道长 你冒名母娘娘之名 请伤天害你之事 难道不怕造来天罚吗 白虎一 当前剩余灵力百分之八十五 我来拖住他 你们现在按计划行动 明白 竟然是麒麟化行 你到底是什么人 普通的境外野民而已 道长 要学会睁眼看世界啊 混蛋 竟敢虚弄本道爷 愿灵归活 白虎一 原来是这样 小子 你这法器中的灵力好像并不多呀 小子 你这法器中的灵力好像并不多呀 很好 他上钩了 带我将你法器中的灵力耗光 将你法器拆骨 就算死 也要拉你一起电背 你的法器灵力已经要耗光了 待会儿我会好好折磨你的 耗光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是否使用一万元罪币 为白虎印补充灵力 灵力一补充 当前剩余灵力百分之百 来 白虎给我上 别摆被利息了 这不可能 他的灵力怎么突然恢复了 就是现在 人命夹击他 这魔符 这 可恶 竟敢上了本道爷的肉身 怎么样 还要打吗 少则一妄行 这可是在我的地界上 只要 只要明母娘娘的本尊神像完好 你的灵力就不会枯竭 对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 都写在书里了 明母神像乃天降神物 以本村而生 受本村香火 一旦离开娘娘庙 便会失去神力 我说的没错吧 谁要怎么样 吃小片刻 娘娘就能助我恢复灵力 你们还是要死 小伙子 神像我拿到啊 那是 狠蛋 化明母神像还给我 道场要去哪啊 你们两个好像还没打完呢 你们 你们从一开始就只剩在拖延时间 吸引我的注意力 没错 这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现在你灵力耗尽 又没了明母的庇护 应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吧 AB的外乡人 这家伙就交给你了 没吧 老子终有地方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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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原罪游戏 山中鬼魂主线任务已完成 所有玩家存活 奖励结算中 我们好像通关了 我是不是看错了 没错 是真的 我想回家 好了 通关了还有什么好哭的 真会情 你再说一遍 你 姐 我错了姐 您别再打我了 她还没有醒过来 不会有事吧 我检查过了 生命体征平稳 应该是因为被强行剥离了召唤物 暂时失去了意识 话说 我们为什么还在这副本里啊 别急 奖励结算还需要一点时间 一会儿我们就会出去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难道是半猪吃老虎的老玩家 真是秘密 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下次 不过我确实是第一次进入游戏 这点我没骗人 白姑娘 你自己一个人能离开村子吗 哦 启卫恩公是要走吗 对 因为我们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下下 你 白小姐可在 白令一切安好 不知您是父亲麾下哪位将军 末将虎抱齐正为校尉郭义 救援来迟 请小姐恕罪 大哥 您倒是早点来啊 这是要被传送离开了吗 白姑娘 再见了 小姐 这些人是 不知道 但都是好人 恭喜您通关山中鬼村 获得奖励五千元罪并 由于您完成了全部直线任务 以解锁原队商城特殊物品购买权限 打开商城 灵力回复 致意疗伤 怎么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啊 7 她们不差钱 给我来点厉害的东西啊 有了 永火结晶 服用后有一定概率觉醒异能 黑炎 请注意 使用该道具的玩家将承受截火焚身之苦 邪火焚身 不会应该要觉醒 这把小命搞丢了吧 木神像 这不是游戏里的道具吗 三川明目神像 可通过象棋献祭其他怪异 提升神像灵力 怎么出现在商城里了 即将回归现实 请玩家做好准备 算了 先去木买了 回去再慢慢研究吧 回归成功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终于回来了 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 谁呀大清早的 来了来了 哪呗 楚西先生你好 我是人类安全保障局的季清灵 是你 你是怎么通过游戏 找到我的真实住址的 你想多了 之前的相遇纯粹是意外 现在还没人能控制原罪游戏 我这次是代表人安局来的 希望您能积极配合 配合什么 你跟我回局里就知道了 我确认一下 你们会不会把我前面研究 或者关起来什么呢 当然不会 每位原罪玩家都是宝贵的资源 我们的工作是保护你们 那你先解释一下 哪些人是干嘛的 只是一些普通的 全副武装人员而已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是不配合呢 很简单 不不不 我就是好奇问问而已 我尽紧 我尽紧配合 很好 给你十五分钟收拾一下 我在楼下等你 我好了 上车 昨天的那场游戏 经过评定 已经归为了S级的形成 这个等级的副分 阵亡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 昨天我们全员存活 有很大成功 都是因为你 所以 人安局是因为这个找上我的 不 比你优秀的 大有人在 啊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 你身份 你好 请出示证件 人类安全保障局 特别行动组成员 纪清零 验证通过 欢迎回到总部 请进吧 多谢 喝杯水吧 你刚刚说叫我过来 是因为我的身份 这句话什么意思 马上会有人跟你解释的 请进 打扰了 小夕 好久不见了 身体还好吗 白叔 您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您也是玩家 一把老骨头了 他经得起这种折腾 不过是搞点 关于游戏的理论研究而已 白经年教授 是仁安局首席顾问 也是原罪游戏研究团的 何系成员 都是虚名而已 如果不是封棉两口子失踪了 这个位置怎么也落不到我头上来 什么 我爸他们 也曾经在仁安局工作 看来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告诉你 你父亲楚封棉 和母亲江洪礼 那可是仁安局创始元老 是他们最早发现世界的异常 并预演了原罪游戏的出现 两年前为了搞清楚原罪游戏的运行机制 他们俩 白教授 他们俩怎么了 你当时说呀白叔 两年前 为了搞清楚原罪游戏的运行机制 他们俩 白教授 他们俩怎么了 你当时说呀白叔 白教授 我提醒你 这些内容属于机密 不得向普通民众透露 我明白 为什么 明明是我爸妈的事情 为什么我没有权利知道 因为这件事 不仅仅关于你父母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就加入我们 签下这份文件 你的意思是 让我加入仁安局 没错 这合同上怎么全是义务 你是要把我当牲口使啊 仁安局存在的意义 就是保障人类社会的安定 必要的条件 甚至需要我们牺牲自己 来拯救他人 义务条款自然会多一些 不过 加入仁安局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至少 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个 你竟然可以在现实中 打开原罪商城 只要加入我们 你也可以做到 但目前 我们只能对商城部分破解 所以有些道具 还是需要进入副本购买 那岂不是我的亿万功德 在现实世界也能用了 我报了 你觉得老楚和弘里这个儿子怎么样 虽然有一些责任感 但做事冲动 还喜欢讨价还价 我不看好他 他还年轻 只要能力够 其他方面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要相信他 话虽如此 但我们的执走不同啊 你可以相信 我必须怀疑 行 您慢慢怀疑 我先走了 好了 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小西啊 我还有一堆研究课题要搞 如之陪军就让小青来吧 现在 可以说说关于我父母的消息了吗 他们还活着 我只能说这么多 其他的信息 等你的级别上去后 会知道的 看来想知道我父母的事情 就只能在这里打探消息了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纪清林 仁安局第二特别行动组成员 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 我叫 你叫楚西 姓编男 现年22岁 无业 仁安局前首席研究员 楚风眠 与江红礼之子 最大的爱好 是行善其德 毕业于帝都大学 民俗文化专业 陈吉庄上 取向正常 在校期间 追求校内不同女生四次 其中三次失败 一次在相处五天后 女方提出分手 理由是 停 这种事情 就不要说那么细了 你还是说说我们的工作内容吧 仁安局最初的工作 是处理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超自然现象 我们称之为怪异 但现在我们只需要关注原罪游戏就行了 为什么 这是我整理的 各类超自然现象报告 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 除了原罪游戏 其他的怪异事件 从三年前开始就全部消失了 根据你父亲的研究 其他怪异现象并不是消失 而是被原罪游戏 这个巨大怪异所吞噬 并形成了一个个 相对独立的小事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副板 所以 我们就是要打通每一个副板 那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其他时间还需要处理相关的衍生事件 衍生事件 是的 原罪游戏和现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它会侵蚀和影响现实 就比如 成功通关游戏的玩家 往往会获得超乎常人的利用 这些人必须及时发现和限制 否则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利害 这个我理解 还有吗 还有就是处理现实中的失控副本 避免副本具象化 什么意思 特别失控副本会降临现实世界 随着实践的推移逐渐具象化 一旦形成实体 就会扭曲和改变周围的一切生物 把它们变得如同鬼怪一般 这些副本为什么会失控 具体原因还在调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一个副本失败的次数越多 失控的可能就越大 难怪游戏官网上会说 失败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要由我们去找到副本的核心 或者最终boss将其破坏掉 也就是说 要在现实世界通关原罪副本了 这个难度可有点大啊 完全具象化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那之前 内部怪物都会被削弱 所以只要及时处理 就不会有大问题 基本情况都介绍完了 这是你的配枪 我还能配枪 这不会是模型吧 当然不是 不不 也不要过于依赖任务器 枪只对尚未完全具象化的 低级怪异有效 如果遇到了boss 还是需要利用规则 或者超能力来解决的 接着 别乱扔啊 小心走火 这个手机 你要随身携带 所有的任务和消息 都会通过它来传达 还有这块手表 你也要戴好 它会根据出现怪异的危险程度 改变面板的颜色 颜色越深 就代表怪异越危险 这个手机 你要随身携带 所有的任务和消息 都会通过它来传达 还有这块手表 你也要戴好 它会根据出现怪异的危险程度 改变面板的颜色 越深 就代表怪异越危险 打到一下 许科长 入职培训 进行到哪一步了 基本情况已经介绍完毕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是的 有个突发事件 这个资料你们看一下 准备出动 失控副本收容 难度避其 许科长 楚西只是个新人 一上来就参加收容任务 是否有些冒险 他可是特招进来的 参与收容任务 符合规定 可是 你先别可是 我们听听 郑主怎么说 楚西 你愿意去吗 试试呗 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许科长 如果您坚持让他参与的话 我要申请装备 可以 不过 只有你能申请 楚西的权限 还不够 这 什么情况啊 感觉像是冲我来的 自信点 把像去掉 就是冲你来的 可我根本不认识他 针对我干什么 一般来说 像你这样的新手玩家 根本不可能加入任安局 是白教授看到了你的名字后 连夜向总局局长提交了申请 要求吸纳你 而刚刚那位审查科科长许敬严 是出了名的守规矩 所以 所以 我就是被当成走后门的了呗 没错 抱歉啊 给你添麻烦了 算不少麻烦 我只是不想你那么快死掉而已 走吧 执行任务去 上车 把耳机戴上 这里是季清灵 我需要画廊小屋任务的基本信息 收到 画廊小屋出现于24小时前 污染暂为约1200平方米 月间六小时后完全具象化 一安排先遣队封锁现场 负责收容的小队成员共三人 领队李修阳 队员姬清灵 处夕 该副本通关情况如何 根据道案 该副本累计失败六次 尚无通关记录 我需要画廊小屋的背景设定 以及先前队的报告 你赶紧整理一下 明白 除了咱们还有个领队 看来那位许科长是刀子最逗不心啊 我劝你不要对这个领队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呀 待会见到他你就知道了 现在输不多了 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不靠谱了吧 一天到晚就值得喝酒 你们去打桶水来 嘉宾 谁啊 李修阳 你给我清醒点 要执行任务了 青鸟 你怎么也来了 这家伙肯定是连任务信息都没看 真是太不靠谱了 带我去现场 是 话说 他为什么叫你青鸟 那是我的代号 你以后也会有的 报告 前面就是降临区域了 你们就在此待命 是 为什么在这里也会出发警报 难道是有怪语出逃 不是怪语出逃 应该是扭曲在扩散 原委 测算扭曲扩散情况 其他人 穿防护服 穿防护服干嘛 防护服能减缓人体被扭曲影响的速度 那我们不用穿吗 我们是玩家 不会受到扭曲的影响 清灵姐 经过对比计算 迹象小屋正以每小时50米的速度扩带扭曲范围 并且有加速的趋势 加速扩张 这可不是好兆头 你立刻向上汇报 要求提升危险等级 是 你们两个刚刚都听到了 这里的情况比报告上说的要更糟糕 所以我建议将这次行动的目标 从收容改为调查 如果遇到危险 我们就立刻撤离 什么情况 突然消失了 什么情况 突然消失了 级清灵 是我 楚希 收到请回话 李队长 清灵姐的定位信号消失了 联络也中断了 看来是被传送到其他空间了 约伟 先险队前期调查的时候 提到过空间问题吗 先险队的确遭遇过轻度时空错误现象 但从未出现过空间转移 一定是副本规则出现了变化 我建议你们立刻撤出副本区域 等待支援 嗯 我同意约伟的分析 咱们撤吧 不行 齐清灵已经进去了 而且这个副本 马上就有具象化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跟进去 约伟 镜像小屋副本的背景信息 整理得怎么样了 相关线索一共有三条 七一 船间画廊曾经由一家三口经营 后来三人离弃失踪 画廊就此荒废 七二 画廊附近一直存在人口失踪的问题 同时画廊内还会莫名出现新的游化 其三 先遣队曾在画廊内遭遇了一名游魂 枪械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初步判断为该副本的最终boss 看来是游荡的院灵 把附近的居民都变成了游化 只要找到院灵病除掉 应该就离通关不远了 打开院罪商城 有没有能克制灵体的道具啊 阴桶 开启后可观察到灵体 以及灵体残留的痕迹 这个应该用得上 你们两个一定要跟紧我 千万别掉队 人呢 楚西 李修阳 你们去哪了 我这是 遇到空间折叠了 楚西 李修阳 游魏 收到请回答 连通讯都中断了 看来不只是空间折叠 我还被传送到了未知区域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继续向内探索了 我准备好了 走吧 我们进去 远魏妹妹 我们已经进入副本内部 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到 看来传送规则 并不是对所有人生效 也就是说 我们和季青年 现在处于两个平行的时空 你们终于来了 谁 从这边 他怎么钻进那幅画里了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是队长 请走前面吧 别怕 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 要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那你解释一下 他是怎么来的 不过是以幽灵形态出现的怪异罢了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引领到这幅画面前呢 或许是想提醒我们 画中的这个男人才是副本的元凶吧 有东西过来了 这可能是先前队汇报里遇到的游魂了 小心 举摩剑 剑罗伯 卡文道友师从河门呢 道友 你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吗 抱歉抱歉 在天使府呆久了 养成习惯了 这么容易就被击碎了 看来不是副本核心 很不好 这家伙还会复活 大妈 会复活还打个屁啊 先跑 已经走了快二十分钟了 怎么还没到头 有人来了 小姐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你认识我 不不不 我刚刚遇到了你的同伴 他们在找你 很着急的样子 我的同伴 对啊 一个很帅的小哥 和一个最熏熏的大叔 你在哪儿遇到他们的 嗯 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画室里 你快去找他们吧 我要回家了 你可能回不去了 为什么 这里发生了空间折叠 这门已经出不去了 我不信 大门明明开着的 我怎么回来了 我说了 这里发生了空间折叠 出不去的 不要啊 我晚上还有粉丝 见面会呢 我怎么回来了 我说了 这里发生了空间折叠 出不去的 不要啊 我晚上还有粉丝 见面会呢 粉丝 见面会 你说 对啊 我就是听粉丝说 这里有灵异事件才过来的 咱们现在的情况 就和故事里的一模一样 什么故事 传说这间画廊的男主人 是一个嗜血的疯子 在伤害了亲眼之后 就失踪了 在那之后 凡是进入画廊的人 都会永远的迷失在画廊里 直到他们遇见那位 发狂的父亲 成为新的牺牲品 你是不是少讲了点什么 啊 那些被父亲伤害的人 并不是自愿进入画廊的 而是被他女儿骗进来 对吧 怨灵小姐 啊 你是怎么发觉的 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这里早在一天前 就被先前队封锁了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进来 而且 我的两个队友 和我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 你更不可能遇到他们 除非 你就是周杰氏的始作俑者 梅姬 晴天银 啊 啊 父亲 都会放过你的 哇 是深不公信 你们 就这么跑了 啊 啊 啊 小不声消失了 哎 会不会是他也躲起来了 等着我们出去呢 应该不会吧 那玩意儿看上去 没什么智商 走吧 去调查一下 那个怪物的来源 你知道它是哪来的 刚刚咱们逃跑的那段时间里 我们一共击毁了那个怪物七次 除了第一次是我们共同出手之外 他又分别被我的镇魔符和你的驱魔剑击碎了六次 你击得可真清楚啊 然后呢 然后就注意到 那每次付过钱都会有一股外来的能量出现 你能看到灵体的能量流动 对 我在商城里购买了银桶 我叫 这小子什么来头 居然买得起银桶 跟我来 能量就来自于二楼 啊 来了 应该是这个房间没错了 这房间好奇怪啊 怎么挂了那么多幅同样的画啊 可能是为了迷惑我们吧 那幅画有问题 我们过去看看 这后面还有空间 小心点 千万别惊动了怪物 你看 那是什么 居然还有防护墙 看样子 里面是某种祭祀仪式 镜子作用 大概类似于现在的监控探头 我说的是镜子里面的画面 我去 青鸟 你有办法破坏掉这个祭坛吗 可以试试 吃那王粮 不邪退散 不行 有这防护罩在 没法从我们这边破坏掉 看来本体是在寄清灵那边 可是要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呢 我有一个技能叫做罪梦神机 可以随意穿梭空间 不过嘛 不过什么 不过 我需要饮酒之后才能使用 但是现在吧 这个可以吗 罪先酿 一千二百点元罪币 酒是好酒 但是不够 这个 帝王罪四千点元罪币 勉强吧 这个 穷江玉叶 六千点元罪币 够了吗 够了够了 太够了 怎么又开始复活了 难道是我攻击的方式不对 李清灵 还寄清灵 李修阳 你怎么过来的 这个服务 你面前这个怪物 我和楚西也遇到了 会无限复活的 根本打不死 那要怎么办 你需要找到 为这个怪物提供能量的祭坛 然后破坏掉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它 祭坛呢 就在画廊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我现在带你过去 你需要找到 为这个怪物提供能量的祭坛 然后破坏掉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它 祭坛呢 就在画廊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我现在带你过去 就是这里 相机 怎么 快捂住耳朵 我是灵体 怎么捂啊 不是吧 我这也太倒霉了 刚过去就被秒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灵体被干掉了 不过已经把信息告诉了青鸟 我说啊 你撕这些画干嘛 因为我发现 每幅画的下面 还藏了一幅不同的故事 你先看看我身后这幅 画中的女儿 好像在修习一种黑暗仪式 这位被祭祀的 好像就是那位父亲 没错 你再来看看这幅 女儿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的惊恐和弹妖 所以 你是觉得女儿才是幕后真凶 你要利用殷童 找到和她有关的那幅画 对 愿灵不可能凭空存在 一定有幅画 是她的本体 可万一 这幅画也藏在青鸟所在的空间呢 如果你是愿灵 你会把破题的关键 都藏在同一个地方吗 有道理啊 那还不赶紧的 再撕了再撕了 终于把这脚活干掉了 那又能怎样呢 我的父亲 可是不死之事 这下看你死不死 不 什么情况 这不都怎么了 你们两个快把民族狂放下 如果不放呢 去 给我干掉他们 手 取魔剑 再来 我说啊 你真的跟季星灵交代清楚了吗 这东西怎么还在重生啊 差不多吧 就看他能不能找到祭坛的位置了 这是 中片法器白虎印 你怎么会有这种宝贝 父母留下来的遗产罢了 小心 又来了 无妨 又中片法器在 我们还能再扛一会儿 父母停止啊 太好了 应该是青鸟那边得手了 起来 你给我起来 别叫了 他这次是真的死透了 你还有什么疑言吗 没有的话 我可就要动手了 他又想跑跑 拦住他 交给我 紧带 收 这下看你往哪跑 你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我想带回去研究一下 那可不行啊 咱们是有规定的 在收容任务中 勤获的所有怪物 必须上交 不能私自持有 一厢最尖尿 你就当没看见 如何 这 虽然你的提议很诱人 可是我回去 还要写任务报告呢 这怪异没了 我交不了差啊 三想 不能再多了 成交 那报告怎么办 怪异是被我的驱魔剑诛杀的 神魂俱灭 死得不能再死了 没想到你们两个 居然有这种爱好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原委 跨树的空间异常 已经消失了 周围的扭曲情况怎么样了 目标区域的扭曲能及正在急速下降 确认一小时内就可以恢复正常 收到 好了两位 我们可以收工了 回家了 目标区区域的扭曲能及正在急速下降 确认一小时内就可以恢复正常 收到 好了两位 我们可以收工了 回家了 报告我已经看到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小子是个好瞄子 头脑灵活 洞察力强 而且很有正义感 很值得培养 不过嘛 他身上的秘密也不小 你得慢慢玩 你是说 那些所谓的父母遗产 我觉得可能不止这些 不过 我也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感觉而已 明白了 这次辛苦你了 李秋阳同志 应该的 为组织效力嘛 不过您答应我的事 可别忘了啊 吃一觉睡得真爽 哎 距离下次原罪游戏开始 还有五天 该干点什么好呢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对啊 可以把它喂给明目娘娘试试 娘娘 这几天 让你待在纸箱里实在抱歉 虽然我不能给你血迹活然了 但是从副本里抓到的怪异 我都可以交给您 就是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小子 你要干什么 快点带我离开这儿 喂之后吗 喂 你哪位 你好 主席哥哥 我是你的专属联络员兼情报分析员 方信子 方信子 渊伟呢 渊伟可是七鸟姐姐的专属联络员哦 你们怎么都喜欢用代号来称呼别人 当然 是为了保护你们的人事安全啊 你在培训课上没学过吗 我的培训课还没上完 就被叫出去执行任务了 怪不得七鸟姐姐让我叫你的名字 但是为了安全 我以后还是用代号来称呼你吧 可以是可以 但我好像还没有代号呢 代号在进入人安局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了 我这边可以查到 你的代号是 竹龙 等等 怎么还有一个叫竹龙的 信息居然还是加密的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神龙 另一个竹龙的真实姓名叫楚风眠 目前状态是疑似叛逃 什么 楚风眠疑似叛逃 至少系统是这样显示的 坏了 我好像违规了 我得先挂了 不然系统也会追查到你的 晚点我们再联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爸妈他们是创始元老吗 但如果判断是真的 许静言对我的态度 就可以理解了 这么快就搞定了 喂 是封信子吗 我是纪清灵 啊 原来是你啊 有事吗 我刚刚让人把原罪游戏的相关资料 给你送过去了 你务必在进入下个副本前 全部看完 知道了 事情是一件接一件 我来了 竹龙同志 这是青鸟为你准备的学习资料 请认真阅读 辛苦你了 根据仁安局目前掌握的情况 原罪游戏中出现的怪异 一共分为五档 最弱的是残响级 全都是受扭曲影响产生的怪物 只有C级副本才会大量存在 然后是骑士级 这类怪异至少掌握了一种特殊能力 会成为B级或A级副本中的boss 主教级怪异会具有会灭性的力量 只出现在S级副本中 不建议未觉醒能力的玩家正面与其对抗 到了圣殿级 怪异往往会掌握规则之力 即使觉醒了能力 也不要轻易招惹 至于天灾级 目前还没有目击报告 但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存在 虽然我已经经历了两次事件 但全部都是靠从商城购买道去应付过来的 难找这份资料 尽快觉醒属于自己的能力 才是最重要的 事情都搞定了 我跟你说 刚刚吓死我了 一下子来了三十多号人 全都在查我的IP 幸好我今次藏在了垃圾数据里 不然肯定要被抓了 那你现在还能打开刚才那份 关于楚风棉的文件吗 大哥 我刚摆脱追查 你是想让我死啊 我是真的需要知道 他为什么叛逃 怎么 你认识这个楚风棉 他是我妈 什么 我现在想去自首了 来不及了 为什么 第一 代号内容是你主动帮我查的 对吧 是 第二 破解机密文件 是你一个人做的 对吧 是 第三 你破解了之后 还选择了逃避内部搜捕 对吧 我 完了 全完了 我肯定要被当作盼到头火了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悲观 我爸毕竟只是疑似叛逃 而且仁安局 还把作为儿子的我招了进来 所以你只要做好我的联络员 就不会有问题的 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咱们两个现在 也算是有共同秘密的亲密队友了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再帮你查加密信息了 那帮我查查 如何觉醒灵力 总可以吧 这个简单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灵气其实和所谓的魔力 斗气 念力 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人体被扭曲变异后 产生的一种能量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物品 你就可以觉醒灵力 那如果我想快速觉醒灵力 有没有什么辩解的方法 可以通过原罪游戏 购买觉醒道具 如果觉醒失败 就多试几次 明白了 有问题 我再联系你 看来只能试试这玩意了 希望能一次成功吧 你别说 这口感还挺像巧克力的 我的肚子 好烫啊 检测到永火结晶 正在改变宿主体质 灵力觉醒中 这我都知道 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宿主当前结果的清合度为5% 觉醒成功率几低 建议提升体质 意思是提升体质 就能增加清合度了 拿开生成 买买 我全买 清合度多少了 由于宿主体质提升 结果清合度提升至7% 有用就行 结果清合度提升至58% 78% 92% 恭喜宿主觉醒成功 获得异能 黑眼结果 差点撑死我 检测到宿主已觉醒灵力 助力商城即将开启 助力商城 助力商城将在您进入副本后开启 可购买当前副本世界使用的物品 包括单不限于本地货币 特殊信息 道具等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能大大提高通关概率 只可惜 要进入副本才知道会卖点什么 我说你们几个 要不找个地方先坐会儿 就这么盯着我 我心里有点发毛 我抱歉 对了有规定 必须如此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 他们的工作 就是记录行动组人员进出副本的情况 可万一我进入的副本突然失控 降临了 怎么办 嗯 立刻向上汇报 然后等待救援 这工作也太危险了吧 没办法 为了民众的安全 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明白 什么 待会儿进了副本 我们又不能通话 为什么要让我戴耳机啊 当然是现在让我陪你聊天 帮你稳定情绪缓解压力 提高通关的可能呀 哈哈哈 我谢谢你啊 原作游戏即将开始 请玩家做好准备 竹龙已进入副本 所有人员进入戒备状态 这是在大巴车上 竹龙已进入副本 所有人员进入戒备状态 这是在大巴车上 几位队友 下午好啊 啊 队友 小妹妹 你进来之前 没看到游戏介绍吗 我以为玄罪游戏就是个恶作剧 这可不是什么恶作剧 烧不留神 是真会死掉的呦 那那我要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办 放心 你只要听话 哥哥会保护你的 嘿嘿嘿 你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先找点乐子 嘿嘿 我说 差不多行了 欺负一个新手 算什么办事 嘿 你算那根错 凭什么管老子 就凭这个 黑眼接火 认识就好 现在大家是队友 我希望你能收敛点 否则 否则怎样 我说两位 能不能看在我天涯会的面子上 搁指争议 握手言和 天涯会 那个华国最大的异能组织 我没问题 好 他那边交给我来处理 看这位老兄的表情 应该是听说过天涯会 那可否给我个薄面呢 嘿嘿嘿 当然 当然 那咱们过去 道个歉 应该的 应该的 嘿嘿嘿 两位 对不起啊 刚刚是我太冲动了 嘿嘿嘿 好好好 化干戈为玉帛 这样才像是队友吗 好 顺便介绍一下 在下诸葛光 这位是小刀 我的同行者 也来自天涯会 同行者 难道说 原罪游戏 还可以组队进入 这位小兄弟 你手上带着的 应该是 人安局的怪异检测装置吧 诸葛先生好眼力 在下人安局 竹龙 这人 不简单啊 检测到玩家 拥有助力商城权限 是否立刻开启 开启 全部购买 已购买绿色钞票 已购买13区调令 已购买中心医院建筑图纸 一个男人死了 尸体埋在坟墓 无人找到灵魂 一个男人死了 多了一个恶魔 烧了一座小镇 轻水镇车站到了 各位 请下车 游戏 恶月当空 即将开始 通关规则 查明清水镇约翰身亡的原因 并解决幕后黑手 任务背景 作为超自然收容组织 13区的密探 你们奉命调查 一件离奇的命案 为了方便行事 你们全都伪装成了SBI 双重身份 而且还是达成式任务 这次的副本难度不低啊 先生 达成式任务是什么 你们几个有人知道吗 之前你们经历的副本 通关条件都是 存活到某个事件结束 对吧 这种就叫做存活式任务 虽然看上去十分凶险 但不管是拖还是躲 只要能活下来 就可以通关 而达成式任务不同 需要玩家去主动探索 并完成目标 否则副本永远不会关闭 不过话说回来 这才是小刀的第三次副本 而且还有一个新人妹子 就算是有我同行 也不该出现达成式任务 除非 除非什么 算了 没什么 我们还是专注任务本身吧 目前我们唯一的线索 就是约翰这个人名 就先从他开始调查吧 调查 直接去警察局查档案 不是更方便吗 不行 我们是冒派的FBI 万一录下就麻烦了 嗨 老兄 我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 想做一篇关于约翰事件的报道 你能带我去他家里看看吗 滚开外向人 我可没时间陪你先逛 现在 你有时间了吗 先着也是先着 我就带你过去看看吧 滚开外向人 我可没时间陪你先逛 现在 你有时间了吗 先着也是先着 我就带你过去看看吧 这儿就是约翰的家 他为什么会住在离镇子这么远的地方 那家伙脑子不太好 又是外向人 所以就被安排在这儿 你先跟他继续聊着 我们进屋看看 好 老兄 你能从头开始跟我讲讲 约翰的事吗 他和他的妻子 是十多年前 搬到清水镇的 没过多久 他们就有了一个女儿 但那个孩子 有点奇怪 从来不和其他人说话 哪怕是被人欺负 也一声不吭 约翰认为 是他染上了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 开始找各种各样的人 来给女儿去魔 但这一行为 也完全激怒了他的妻子 然后他就带着女儿 离开了约翰 自那一后 约翰就开始神神道道 再然后 他就突然死在了家中 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先生怎么办 怎么被警察发现了 别急 看看他怎么处理 这是什么东西 钱 这个证件 您还满意吗 满意 很满意 警官先生 警官先生 您一定知道不少 关于这个案子的细节吧 那当然 那能不能透露一些 给我们呢 我这儿 还有好几份证件呢 没问题 你在这儿等着 我回去 给你拿卷综合证物 这也太方便了 先生 我们以后也准备点 美金什么的吧 好啊 但是你有办法 带进副本吗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我不清楚 他用了什么办法 但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 达成式副本了 那位警官回去 帮我们取卷宗了 你在屋内 有什么发现吗 有 小刀通过死者的遗物 回溯到了一些画面 他看到 约翰是自己 把自己织解 什么 他是自杀的 不 小刀只是看到了 他自杀的画面 幕后真凶 肯定略有其人 不然我们也不会 来到这里 那位牛仔大叔 有没有提供 什么有用的信息 死者约翰是外乡人 来自黑水镇 据说那里 是个不祥之地 我猜测幕后真凶 可能也来自黑水镇 所以 我们接下来 要去黑水镇 不着急 先看看那位警官 能给我们 带来什么线索 来了 东西都在这儿了 但是 你们只能看 不能带走 明白 金刚 你先把箱子拿进去 好 这个您收好 这都给你 法帝莱奥 来奥医疗中心 主刀医师约翰 哎 兄弟们 快看这个 黑水镇法帝 来奥医疗中心 发生实验事故 患者汤姆索勒斯 不幸身亡 主刀医师约翰 忽然消失 时间是十年前 刚好和他来清水镇的时间 对得上 我这儿有几页 约翰的日记 日记上说 他在黑水镇 被一个恶灵缠上了 所有参与过实验的人 都死了 就算离开了黑水镇 我还是能看到他 很快 很快就要轮到我了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警官先生 您可以把东西 带回去了 这么快 对 我们已经知道 要怎么写这篇报道了 感谢您的帮助 慢走啊 猪龙小哥 说说你的想法吧 你们还记得 游戏开始前 那几句诡异的台词吗 死了一个男人 尸体埋在坟墓 没人找到灵魂 死了一个男人 多了一个恶魔 少了一座小镇 结合我们刚才 所得到的信息 后三句所指的是 患者汤姆索勒斯 因为人体实验的原因 他变成了恶魔 黑水阵也成为了 不祥之地 而前三句 指的很有可能 就是约翰 没错 所以 咱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让我考虑一下 我有建议 先找到约翰的灵魂 这样 我就能回溯出 更多的画面 找到幕后真凶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咱们马上出发 本尊来云穷大陆 我有建议 先找到约翰的灵魂 这样 我就能回溯出 更多的画面 找到幕后真凶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咱们马上出发 给 锄龙先生 你给我一把铲子干嘛 当然是去挖坟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对死者 有点大不敬啊 西方人 不讲究这个 还是说 你想永远留在副本里 别啰嗦了 赶紧翻 这什么破木呀 挖了半天 怎么还没看到棺材啊 不好了 出去 别激动 慢慢说 墓地周围 出现了 很多鱼 这些东西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刚刚 没有任何征兆 银头 看不出任何现象 这些东西不是鬼怪 大家小心 于天朝我们 靠过来了 别过来 别过来 我的头 好疼啊 他什么情况 没有外伤 是精神攻击 我们该怎么办 弄手 降魔符 这些家伙是纯粹的精神体 不录对他们误相 那就试试这一招 黑炎 去 先生 那边又来了一大批 这么打下去 不是办法 要尽快找到源头才行 我知道源头在哪 你知道 就在那棵树 右边的第一棵树杀上 你能看到他说的东西吧 看不到 既然发现了我 那就都去死吧 那就都去死吧 废话太多了 法帝莱奥医疗中心 第十一号试验品 能力 精神震撼 看来我们推测的没错 这个医疗中心 就是恶灵诞生的地方 只可惜 没能找到约翰的灵魂 约翰的灵魂 不就在那吗 真的有一缕残魂 苏梅 你是怎么提前发现 那个女鬼和约翰的 不知道 就是一种感觉 我 我不会是被恶灵感染了吧 放心 玩家是不会被怪异扭曲的 至于你为什么能感知到他们 我就不清楚了 是你正在觉醒某种感知系的能力 首次参加游戏就能觉醒能力 还真是让人羡慕啊 恭喜你啊 苏妹妹妹 小刀 接下来看你的了 明白 他是要把约翰的灵魂吃了 准确的说 应该叫做灵魂同步 通过吸收灵魂 让残魂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小刀的能力 灵魂如何 只能持续一分钟 抓紧时间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唤醒我 我们是超自然收容组织的密探 准备去除掉害你丧命的恶灵 希望从你这儿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不 不要靠近那家伙 都会死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刚刚已经除掉了一只叫实验体十一号的恶灵 你们搞错了 恶灵从来就只有一个 就是汤姆索罗斯 其他实验体都只是听命于汤姆而已 什么 你的意思是汤姆索罗斯可以操纵其他实验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对他进行了很多实验 还没有等有所发现 那家伙就没命了 也就是说 汤姆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向你们复仇 没错 他要报复所有人 包括我们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和把他送进医疗中心的证明 没有人 没有人 他要报复所有人 包括我们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和把他送进医疗中心的证明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逃脱 也就是说 现在的黑水阵 可能还存着大量被汤姆索罗斯操纵的灵体 离他远一点 那家伙 就是个疯子 时间到了 灵魂已经燃尽 不过我倒是看到了 他的死因 啊 汤姆通过长期的折磨 占据了约翰的肉体 所以才会出现 那种诡异的自杀场面 恭喜你们 已调查出约翰的真正死因 主线任务发生变更 支线任务已开起 请玩家量力而行 先生 这个汤姆 会不会是主教级的怪异啊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他只能通过实验来制造怪异 所以最多是骑士级 我们能对付 但现在黑水阵 存在着数量不明的实验体 以及可能被支配的居民 如果我们贸然进入 必定会陷入一场苦战 我这有一份十三区行动部队的调令 让他们来帮忙撤离居民 清空黑水阵 应该不是问题 调令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难道说人安局 已经可以操控原罪游戏了 不好意思 诸葛先生 这是机密 大叔你好 我找理查德警官 理查什么 理查德 什么查德 理查德 理什么德 算了 您忙吧 我自己去找 好嘞 诶 诶 诶 我的好兄弟 你怎么来了 你来的正好 我有要事 要和上面汇报 需要你帮我联系一下 你要汇报什么 你误会了 和钱无关 我是要你帮我联系一下 十三区的负责人 十三区 那可是特别行动部 你不能采访他们 你只需要帮我打个电话 再把这个打给他们 他们自然就会过来了 你确定 这不是个玩笑 当然了 我的好兄弟 烛龙先生 你的行动调令 是从哪里获得的 怎么 调令有问题 不 调令本身没有问题 但我已经确认过了 根本没有人 下发过那份文件 所以你最好老实 回答我的问题 这样还能少坐几年老 威廉先生 没必要在这儿吓唬我 我不过是想处理 黑水镇上的恶灵而已 你们十三区的工作 也是负责调查和解决超自然现象 换言之 我是在替你干活 你应该高兴才对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来自于另一个世界 只有解决了恶灵 我和我的同伴才能回去 我并不是没接触过平行世界理论 但你如何证明自己的话 我照有一块特质的手表 是我们世界用来检测超自然力量的仪器 以你们的技术水平 应该是无法制造的 如果威廉先生愿意协助我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我要对这块表进行检测 如果的确如你所说 我会考虑你的提议 没问题 我就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竹龙先生 手表没问题 我们同意你的请求 那就赶紧行动吧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黑水镇的居民请注意 特别行动小组将在一小时后 协助各位离开黑水镇 请各位前往小镇入口处 等待救援 感谢超帝 我们终于要得救了 报告长官 分发传单的直升机已经返航 音响车队也已经进驻小镇了 很好 小镇入口处什么情况了 已经聚集了不少居民 我们正在引导他们前往检测区 不是说协助撤离吗 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 女士 我们还要做最后的检测 请您稍安物照 竹龙 分辨居民感染情况的工作 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苏梅 该你上场了 嗯 这里面有三个人有问题 那个青年 那个大叔 还有独眼大神 动手 给他们带上控制项圈 其余的人 先送到临时安置区 是 长官 给他们带上控制项圈 其余的人 先送到临时安置区 是 长官 镇子上的居民都撤离了吗 还剩下十多个顽固分子 应该都是被汤姆控制了 我会派遣一支小队和你们一起进入小镇 捉拿这些顽固分子 但他们无法和恶灵作战 所以 最终的战斗 还是要看你自己 希望你能理解 OK 你们做得已经很好了 我们走 一百米外的小巷里 有两个人正在移动 你带一队人过去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是 没有人 快走 马上就到医院了 不好 又埋伏 死了 报告 两名顽固分子已被抓获 我这里也抓获了一名 稍等 那边 那边还有三个 怎么了 真没想到 我们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任务 正常来说 我们在潜入小镇后 应该会同时遭到居民和怪异的围攻 就算没人阵亡 也会伤痕累累 精疲力尽 结果却成了这副场面 别跑 带不下来 我们要开枪了 毕竟天妖会只是民间组织 单打毒都惯了 但你要记住 组织的力量 才是无穷大的 我要是有调令 我当然也会求助组织 报告 抓捕任务已经完成 请竹龙先生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后面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你们抓紧撤离小镇 是 所有人准备撤离 这群人挺好用的 干嘛让他们走啊 他们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想要解决汤姆 还得靠自己 金刚 去把大门砸开 好嘞 金刚护蹄 陪我开 苏梅 你跟紧我 这里面好黑啊 什么都看不清 小心 大胆入侵转 竟然妄图阻止汤姆大人的寄战 你们必须受到惩罚 口气真不小啊 但你们忘记了一点 垃圾聚集的再多 还是垃圾 下一个是谁 混蛋 吃我一招 一肥死狼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我不需要 也不用 你们别过来 最后这个怎么处理 交给小刀吧 让他练练手 实验体已经全部消灭了 但是我还在进行中 看来汤姆的本体 并没有混在其中 苏梅 我知道了 那边箱子后面有条隧道 镜头有个很强的能量源 应该就是汤姆索罗斯 真的有通道 走吧 先生 这些标本待会儿 会不会醒过来 都是些没有灵质的东西 就算醒过来也不碍事 能量源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好 你往后退 任我来 请问请稍等一下 这台手术我马上就做完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外面的那些帮手 已经全部被我们解决了 帮手 你才看得起他们了 这些不过是我为了迎接主人而制作的奴隶罢了 迎接主人 对 迎接伟大的灾恶之神 考斯大人 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灾恶之神我倒是听说过 可那是另一个副本啊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我的腿 好像不受控制了 我也是 不好 我们中毒了 你们自以为抓到我了 其实 是我抓住了你们 现在又多了五个实验对象 你们自以为抓到我了 其实 是我抓住了你们 现在又多了五个实验对象 不好意思 我可不打算成为你的实验品 你竟然没事 我也很意外 你的毒气为何对我没有影响 不可能 这可是主人刺下的药机 没有人可以反抗 除非 你就是主人 要找的那个人 他找我干什么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的使命就是找到你 以我去写 作为指引 降临吧 考斯大人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 接受你可悲的命运吧 警告 检测到天灾极怪 已正在入戚部门 就是那个命定之人 命定之人 什么意思 把身体交给我 你就明白了 怎么 正在尝试驱逐怪异单位 副本屏障重构中 当前进度百分之十 竟然敢违抗神的意志 我 清醒点 好可怕 一个眼神 就差点把我毒射了 还好有蒙蒙扬扬 副本屏障重构中 当前进度百分之二十 副本屏障重构 这小爸爸撑过去 黑盐 妄图拒绝神的恩赐 怎么办 身体动不了了 检测到宿主的生命受到危险 是否立即开启功德屏障 是 功德屏障已开启 功德之持续消耗中 居然还不止悔改 你消耗功德之五百亿点 副本屏障重构中 当前进度百分之六十 都是我消看你了 几日 以消耗功德之四千亿点 西童 给我快点 我的功德只 时刻扛两下了 副本屏障重构进度百分之八十 正在尝试驱离怪异 新的副本屏障已生效 正在驱离怪异 写数吗 还没完 永远的成熟折磨吗 折磨 什么意思 系统 打开个人信息面板 你正处于灾恶信标状态下 信标会不但为寄宿者招来灾难 直至其肉体与灵魂完全湮灭 由于汤姆索罗斯已消失 本次副本任务自动完成 恭喜各位玩家 恭喜你个头啊 不仅损失了一半的功德值 还被怪异标记了 这次可是亏大了 算了算了 再怎么抱怨也没用了 还是先把它们弄行吧 苏梅 能听见我说话吗 猪龙哥哥 我刚刚怎么了 你吸入了一些赌气 所以昏倒了 怎么回事 睡了一觉 任务就完成了 肯定是猪龙小哥的功劳 你一个人就把汤姆给干掉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他是自杀的 这场景真的是自杀吗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他是自杀的 这场景真的是自杀吗 真的 他跟我说了两句话之后 就自杀了 那您可真厉害 好了 夏刀 这种事情不要打听得那么细 猪龙兄弟 你有兴趣加入天涯会吗 我可是已经加入人安局了 无妨的 我们的会员里 可是有不少人安局的朋友 这样做不违反规定吗 当然不会 天涯会从不强求会员做任何事 所以加入进来 对他们并没有坏处 作为最大的民间组织 天涯会在信息和人脉方面 还是有些门路的 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名片我收下了 不过会不会加入你们 我还是要问问上面 应该的 等你考虑好了 随时可以联系我 各位 我会有期了 恭喜你已经通关B级副本 恶月当空 结算商城即将开启 才B级 看来击退灾恶之神的功劳 是一点没给我 由于您成功帮助黑水镇居民撤离 购买权限提升百分之二十 商品新增如下物品 万灵药 可完全治愈玩家受到的肉体伤害 仅能在原罪游戏中使用 完全治愈肉体伤害 这可是好东西啊 先来一打 该物品为特级恢复道具 您的当前权限 仅可购买一件 行吧 一件就一件 技能轮盘 可随机抽取一项技能 该技能在现实世界同样有效 每次抽取时 需再次支付五万元罪币 最多抽取三次 抽奖 我喜欢 先来一发 恭喜您购得樱桶 由于您已购买过此技能 樱桶等级由初级提升为中级 十五万元罪币 就买的技能升级 好像有点亏啊 再弄个别的吧 恶灵精华 汤姆索罗斯留下的结晶 隐含怪异能量 具体使用方式 未知 这东西对我来说 好像没什么用啊 不过既然运行怪异能量 应该可以信给明目娘娘 没了 即将回归现实 倒计时 三 二 一 主动已回归 大家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要对你进行简单的询问和检测 希望您配合 明白 你的真实姓名 处夕 你的联络代号 记忆清晰 精神状态稳定 人格身份已确认 感谢您的配合 请签字吧 好 我去 警告 检测到突发的怪异之力 如果我说这只是倒霉 不是怪异 你信吗 竹龙先生 请带好您的个人物品 立刻和我回总部 接受全面检查 你再想想 还有没有漏掉的细节 你都问了我八遍了 真的没有了 小夕呢 她怎么样了 白伯伯 我在这儿呢 你感觉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什么不适 没有 一切正常 就是运气变差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打搅几位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 竹龙同志 一切正常 另外这些是白教授 需要的资料 多谢 白教授 资料到了 您可以开始了 竹龙同志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 我们在数据库中 进行了比对 符合描述的怪异 只有一个 那就是灾恶之神 卡欧斯 灾恶之神 那是什么东西啊 通俗电说 就是温神 这里还有一份 关于卡欧斯的 游戏情况报告 那场游戏 发生在18世纪的 英国伦敦 灾恶教团 正在准备 召唤卡欧斯的仪式 按照任务信息的描述 一旦卡欧斯降临 灾难就会存复不久 那场游戏 发生在18世纪的 英国伦敦 灾恶教团 正在准备 召唤卡欧斯的仪式 按照任务信息的描述 一旦卡欧斯降临 灾难就会存复不久 这一点 倒是和你身上 灾恶性标的描述 是一致的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可以破除卡欧斯的标记 目前没有 关于那个副本 只出现过一次 后续再没有 其他玩家进入过 所以没人见过 卡欧斯本体 你是第一个 不过 小夕啊 你可是目前 唯一一个 接触天灾机关以后 还活下来的玩家 说实话 我都有点羡慕你了 说实话 我也真想把这个机会 让给你 关于这个标记 就真的无计可施了吗 有个治标 不治本的办法 这是什么 平安符 也是我们的同志 在游戏里面 获得的奖励 可以用来抵消灾祸 应该可以让你的运气 回到正常水 唉 太好了 如果一直都在走霉运 万一哪天出门被车撞 那可就亏大了 不过 这东西也有两个缺点 第一 它的品质太低 无法长久 与灾厄性交抗 一旦碎离 你就又会被灾厄笼罩 明白 这玩意儿 只能保我一时平安 那第二点呢 它要钱 啊 要 要钱 对 而且不是普通货币 你可以考虑用原罪币 或者其他游戏内的道具来支付 这个好说 你看这些够吗 不够的话我还有 清心丹 金疮药 隐身服屈魔服 小夕 这么多道具 你是怎么得到的 详细解释起来太麻烦了 总之就是我父母的遗产 说到你父母 我刚好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找到他们了 还没有 你先看看这个 翻倒第三眼 看一下那个拍屏 原罪信标 寻后可立即开启一场原罪游戏 这个信标上的图案 没错 那正是你父亲留下的标记 我父亲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可目前所有的信标上 都留有你父亲的标记 正是因为这个 你父亲的档案 才会被打上一次叛逃的标签 希望你能够理解 偷看档案的事 封信子跟您说了 还用他说吗 以那个丫头的性格 在发现有两个猪笼之后 肯定会忍不住偷看的 所以这是您故意安排的 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这是局长的想法 也是对你的信任 希望你不要辜负他 刚刚你看到的原罪信标 三天后会在江城的黑石商会 进行排卖 明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拿下信标的 不是你 是我们 这次行动 我是组长 对了 我还为你和清林申请了住房 为了保证处席的安全 也为了你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 等你们从江城回来 就可以同居了 同居 那个 老一辈人就是爱乱牵红线 我回头一定好好跟白伯伯说清楚 每个小队成立后 都会申请一栋三层小楼 这是惯例 不是你想的那种同居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而且 我并不烦感白教授的安排 你说什么 你家到了 下车吧 机器灵这家伙 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不过和一个美女同住 我总归是不吃亏的 对了 上次购买的恶灵精华还没用呢 娘娘 这是给您的贡品 感谢您在副本中救了我 这精华里面的恶灵还真不少啊 这精华里面的恶灵还真不少啊 全能全吸收了 可真够能吃的 下胆 我去 娘娘 您醒了 全能全吸收了 可真够能吃的 大胆 我去 娘娘 您醒了 小子 要不是看在你多次向我纳贡的份上 我定要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多谢娘娘开恩 我以后还会再给您贷贡品的 算你小子实相 你身上为何会带有灾恶要挟之气 难道你小子是邪凶 不不不 娘娘您千万别误会 这邪气是那个大眼睛给我种下的 我想摆脱还来不及呢 原来如此 你去多寻些贡品回来 等我法力恢复之后 本尊次会帮你解除 多谢娘娘 不必多礼 你退下吧 是 没想到娘娘还能解除灾恶标记 真是意外之喜啊 你们两个 到底谁是真正的阿祖 队长 我是 昨晚咱们一块喝过酒的 队长 别信他 是我扶你回家的 该死 声音外形完全一样 连记忆都一样 根本分不出真假 队长 你信我呀 队长 我才是真的 死亡谜提作大时间 队长 听伤亡 我就想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兽容 不如让我的人试试 你准备让谁去啊 你休养吧 竹笼和青鸟 正好在前往江城的路上 这种动脑子的事 他们应该比较合适 有家孤儿院 你已经连续资助两人 为什么 积善积德嘛 说不定来世 可以投个好胎 看不出来 你居然还信这个 总部的信息 是任务 哎 总部可真会使唤人 出差的时候 还要咱收容怪异 能把任务派到我们这 就说明江城的收容小队 已经失败了 千万不能答应 愿委 我是青鸟 我需要本次任务的 全部详细说明 青鸟姐 详细说明 你可以到江城 询问参与收容的礼查 无论是刚接到通知 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信息 不是吧 居然连理查的小队也失手了 对方是主教级怪异 他们失手也是情有可原 但从失控的情况来看 这个怪异的破坏力并不强 好的 我知道了 有问题我会再联系你 两位好 我是江城分局联络队队长张剑 张队 你好 展开 两位 下午好啊 雨查 你疯了吗 这可是来质问你的人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想试试他们的身手 不会闹出人命的 鬼神 好快 你躲得也不慢 不只会躲 黑人结火 你不是个新人吗 怎么会觉醒黑人结火 知道怕了 怕你个头 竟然能撞碎我的结火 很好 是一个值得我认真对待的对手 来痛快的打一场吧 很好 是一个值得我认真对待的对手 来痛快的打一场吧 不 你就不懂了 快 神城支援 封锁车阵 慌什么 别叫那么大声 我还没失控 蠢货 快给我 快回来 这是什么情况 理查在某次游戏时 与副本中的恶魔签订了契运 虽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但精神也变得不太稳定 青鸟你少啰嗦 我能控制住自己 那为什么还会和我们打起来 这只是个测试 要是实力太弱 那就只有送死的份 那你认为测试结果如何呢 姑且算你通过了考验 二位 对不住 理查他没有恶意的 没关系 抓紧办正事吧 这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目标 静岩 最后一次观测到他是 他使用的还是第七小队阿祖的形象 你的意思是 他可以复制他人的外形 不只是外形 就连能力 记忆也可以复制 他就像是一面毫无死角的镜子 能把一个人完完整整地复制下来 所以 如果你们太弱的话 他复制了我 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是刚刚的比试 好像是我赢了 你就不怕他复制我 臭小子 我刚刚可是让你的 是吗 我怎么没发现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张队 按照你们的说法 这个怪异应该更适合单人讨伐才对 为什么还要阻队 因为这个主教级的怪异 除了复制 还拥有顺移和死亡谜题这两项能力 当进入领域的人数少于两人时 他就会立刻发动顺移套礼 至于死亡谜题 这个我来说 他会通过复制能力 轮流变成所有进入他领域内的人 再指定某人去分辨真假 只要有一次猜错或者超时 被复制的人就会立刻死亡 那如果全部猜对呢 应该就结束了吧 但目前还没有人全部猜对 我也不敢保证 倒是个棘手的怪异 带的人太少 可能无法收容 带的人太多 又会增加伤亡的概率 所以我有个办法 你和我一起进去 谁被复制 谁就去和自己的复制体拼命 另一个人找机会把两个人同时干掉 确保万无一失 这就是你在车站 对我出手的原因 没错 我要确认你有杀死我的能力 上面也同意了 还没有上报 这是理查的个人想法 不过也确实是最快速的解决方法 怎么样 有没有胆子和我去赌一把 这种做法太极端了 我不能沟通 胆小鬼 比起一定要死一个 我倒是有个可以全身而退的思路 那个 就是幻境入口了 我们已经封锁了周边 你们可以按计划进行 你确定如果复制了你 我能分出真假 放心吧 肯定没问题 但如果他复制的是你 我可就没办法了 那更简单 我来创造机会 你想办法把我和他都杀了 够组注意 静眼幻境已经生成 二次收容开始 选择吧 谁才是真的 复制的不是我 有点遗憾啊 理查 看你的了 去死吧怪异 你才是怪异 万月斩 混蛋 竟敢偷用我的技能 静眼 你的复制确实很完美 不过虽然我判断不出真假 但只要我同时攻击两个人 你就完蛋了 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赶快动手 原来这家伙打算跟我同归于尽 那必须换 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赶快动手 原来这家伙打算跟我同归于尽 那必须换个目标了 观测到幻境内部出现坍缩 让救援队做好准备 变成我了吗 倒是个聪明的选择 楚西 给你一分钟 如果一分钟内你证明不了身份 我就要动手了 知道了 知道了 白虎印 你以为我没有 不错嘛 不仅是道具 连召唤效果也可以扑制 那这个抽奖轮盘 你有吗 雕虫小技 就这 看来你的计策失败了 急什么 系统 抽奖 已消耗五万元罪币 获得技能 叶云步 现在 轮到你了 系统 抽奖 您的原罪币不足 无法抽奖 这 这什么情况 汗流浃背了吧 小老弟 我复制的时候 你身上明明没有原罪币 现在哪来的五万点 因为 老子有功德之 这就是他的本体吧 看起来人触害的样子 你想开 我要亲手解决他 死 有复原了 不介意的话 就交给我吧 我保证 他生不如死 交给你了 报告 敬眼幻境 收容成功 无人员上网 陶 你找我 你收拾一下 立刻赶去江城 江城 拍卖会的任务 不是交给恶贤了吗 你的任务不是姓彪 是仁安局派去的行动队员 楚西 您是要活的还是死的 试试他的精良就行了 那毕竟是先知的儿子 明白 小妹妹 这么晚了 还一个人在外面吗 想不想和哥哥去玩点刺激的 那哥哥们 可不要欺负我 还有多远啊 前面就到了 这什么东西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呀 这么快就不行了 明明明是你们主动找我的 我还以为能多玩一会儿呢 宝贝们都回来吧 看来你在江城还挺开心的嘛 什么人 没必要一见面就送这么大的礼吧 屠杀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次的拍卖会任安局也会参与 所以逃让我来帮你 以前连静眼都处理不了的废物 有什么好担心的 静眼已经被你所谓的废物给除掉了 不可能 任安局的一支行动小队几乎被团灭了 先知的儿子也加入了任安局 出手灭掉静眼的应该就是他 先知的儿子 他来了 我可以和他单独玩玩吗 那可不行 他要是被你玩死了 我回去可没法向头交代 无聊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先说好 拍卖会那边 不准你插手 放心 我的工作要在你拿到信标之后才开始 而且我准备了十足的狠料 足够把这座城市闹翻天 走吧 拍卖会要开始了 咱们需不需要乔装打扮一下 万一被人盯上了就不好了 这点黑石商会已经想到了 两位 这是伪装面具 请您务必全程佩戴 选一个吧 我就要这个 这面具上好像被附了什么魔法 阴头 发动 伪装面具 能够遮蔽佩戴着的灵力特征 并改变外貌 车椅为您备好 两位系好安全带 我们这就出发 伪装面具 灵体司机 这黑石商会 可真够奢侈的 很正常 创建黑石商会的那位大佬 掌握了部分原罪游戏的权限 这次拍卖会 据说也用到了一个全新技术 什么技术 可以直接用原罪臂交易 你这是什么标签 没有 我只是突然觉得 胜权在握 求求你们了 放我进去 多少钱都行 不行 这里只对玩家开放 普通人不得入内 我就买一样东西 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 让我进去吧 这是什么情况 和人的有钱人 只可惜 现实货币在这里 已经没用了 这人我怎么 看着有点眼熟呢 目标 苏建国 人类 与玩家苏梅 存在亲缘关系 停一下 我要问她几个问题 老先生 苏梅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女儿 您是不是认识她 对 她怎么了 苏梅在觉醒能力的时候 出现了异常 真的很需要购买一件辅助道具 您能不能帮我代购啊 多少钱都行啊 不用那么麻烦 这是最好的辅助 决心道具了 你带回去给苏梅吧 我去 日景天路瓶 这玩意儿 在拍卖会上 也就出现过一次啊 喂 这土豪是谁啊 你认识吗 不知道啊 那个面具 我第一次见 用我刚才的车 把它送回去 别让别人抢了这瓶子 是 谢谢您 谢谢您 不用客气 等苏梅好了 让她去趟仁安局 苏梅是你报告里提到的 那个女玩家 先生 这是您的座位 女士们先生们 黑石拍卖会即将开始 请握好您手中的后排 不要错过任何心仪的物品 信标我们是一定要拿下的 但你也不要乱喊架 记住了吗 放心吧 我不会让组织为难的 这是本次拍卖会的 第一件拍品 无鬼灵梦 在B级副本中获得 里面饲养有 可施展搬运术的小鬼 属于下品灵器 起拍价 三千元最币 三千五 四千 六千 六千一次 六千两次 六千三次 成交 刚刚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这件 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大家请看 上品灵器 古月剑 很浓郁的杀气 这剑一定见过血 阴通 开 古月大剑 破损 由助剑大师 欧耶子 断道而成 剑内沉睡有龙雀灵体 这兵剑 是在S级副本中获得的 十分珍贵 起拍价 三万 各位 可以出手了 三万五 四万 五万 十万 我十万 有没有搞错呀 喂 你干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信标 放心吧 这件东西 我自己出钱 十万 十六号 出价十万 还有命啊 喂 你干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信标 放心吧 这件东西 我自己出钱 十万 十六号 出价十万 还有命啊 十一万 二十万 小子 你懂不懂拍卖 哪有这么加价的 怎么 我有钱不能花吗 就算是上品灵器 二十万元的币也太贵了吧 一看就是新来的 不懂行 十六号是新来的 还没有过资 先生 你已经叫价到二十万了 为了避免无效竞拍 我们需要对您的原罪壁 进行查验 希望您可以理解 我还当是哪来的大佬 原来就是个虚张声势的 说吧 怎么查 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就行了 西桐 给我兑换一百万原罪壁 一百万原罪壁 一刀将 我去 这是多少个零啊 一 一百万 哇 这兄弟不会是A级玩家吧 恐怕不止 我觉得应该是A级巅峰 A级巅峰 那我们还拍个毛线呢 怎么样 可以继续了吗 当然 当然 二十万一次 还有没有加价的 既然如此 二十万 折胶 接下来这件拍屏有些特殊 即使是我们黑石商会的专业鉴定师 也没能给出具体的鉴定报告 但我们可以确定 这件拍屏内还有不小的灵力 而且能对多数怪异产生反应 因此 这件道具的起拍价是 一千点 这什么情况 全部未知 好烫 三额印记 全对这东西有反应 先拿下再说 我出一万点 是一万已经叫过了吗 那我出五万 成交 恭喜十六号先生 这次怎么成交的这么快啊 因为刚刚只叫到了两千五 这哪像是S级大佬啊 分明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也可能是黑石商会的错 各位来宾 各位来宾请安静 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的压轴拍品 原罪信标 虽然信标只能用来开启一场原罪游戏 但仁安局 莫尔教派 以及新晋崛起的进化论组织 都对这件道具 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因此 这件道具的起拍价为 五万原罪并 十万 十五万 二十万 二十二万 二十三万 组织给的预算有限 你能不能 明白 毕竟 这也是我父亲的作品 五十万 不是吧 地主家的傻儿子又来了 五十万 第一次 老爷子 你不抬我一手吗 看什么玩笑 万一你不要了怎么办 五十万 第二次 五十万 成交 出什么事了 大家不要乱 是停定了吗 黑石商会 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不好 信标不见了 什么 银铜 挖洞 什么 什么 是女 你给我站住 哎呀 被发现了 那就 陪你们玩玩吧 哈哈哈哈 不好 是怪异 大家小心 咱俩怪异 有毒 把信标交出来 骑士 骑士 极怪异 先把他们打败了 再来追我吧 小哥哥 骑士 极怪异 先把他们打败了 再来追我吧 小哥哥 不好 信标被抢走了 先别怪信标了 抓紧解决这些怪异 该死的是你 我解决一个了 你那边怎么样 已经全部解决了 不是吧 这么快 这里是黄金子 竹龙是否收到 竹龙收到 请讲 现在出现了突发情况 末日教派突然出现 江城市区新增了大量怪异 已经对市民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危险 但江城分队 目前只剩一柴一人 所以你和青鸟 要发动一切能发动的力量 阻止灾难的发生 乱一点 再乱一点 发动一切力量 有了 瞧一瞧 看一看来 可以解读的清新单 大放松了 快 给我一颗 我也要 诸位 拿了我的清新单 就得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剿灭江城出现的怪异 大家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白干的 残响级怪异 奖励原罪币一千 骑士级五千 主教级三万 上午封顶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是啊 比金副本赚的多多了 可要是你最后跑了 我们怎么办 我身边这位 可是仁安局行动组成员 他可以为我担保 没错 如果他跑了 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 这是我的工作证 现在外面怪物肆虐 按这位小兄弟开的价 保守估计 也得要二百万元罪币 仁安局能保证兑现吗 这哪用得着仁安局出钱 现在大家可以放心了吧 你给我 救 救命啊 喂 常宁街已经清空了 接下来我要去哪 你已经连续战斗一个小时了 确定不休息一下吗 我体力足得很 赶紧下任务吧 行吧 那你去两公里外的东大街 哪边还有怪异需要清理 走 朱龙同志 你的办法很有效 受怪异影响的趋势正在快速减少 但是 减少了 由于玩家们过于热情 你最终需要支付的原罪币 可能会超过三百万 而且不能报下 只要能解决问题 花点钱不算什么 冯信子 怪异出现的原因查清了吗 嗯 我也正想和你们说呢 江城室内出现的怪异 都是被末日教派的钢琴师召唤来的 这家伙上一次现身 是在北美的木托市 并成功召唤出了圣殿级的怪异 圣殿级 召唤圣殿级怪异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以的话 请朱砂钢琴师 如果不行 就尽可能延缓召唤 总部也已经派出最终防线的成员 前往江城了 最终防线 最终防线是仁安局的顶尖战力 每一位都具有A级巅峰 甚至S级的战力 解决圣殿级怪异不是问题 那就好 封信子 钢琴师现在在什么位置 城南的宾州小区 我一直已收到 我现在立刻前往城南 抓紧时间赶过去 好 报告 发现钢琴师 准备开始收容怪异 你等等 青鸟他们还在路上 不是你说的 要尽可能拖延召唤吧 使魔斩 终于有人来了 我等到花都要写了 你好像也是仁安局的吧 给我死 下辈子接着加入末日教派 阿赵云 搞快点 是 混蛋 居然一拳就把我打晕过去了 再来 居然还活着 多重信 这次我就陪你都玩一会儿吧 居然还活着 多重信 魔斩 这次我就陪你都玩一会儿吧 我全 这小子是打算和我一生换生 我爸 你放过我呀 原来你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 无暇分身了吧 老邓 什么 小鬼 这次我可不会失手了 放手 谁 来解决你的人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呀 主席 你认识我 当然 你可是传说中的先知之子 老大还专门盯着我说 要留你一条命 但是我这个人杀人杀习惯了 你可要小心 不好 使这被许 香港 重新 你没事吧 我还扛得住 冯锡子 这家伙什么来头 他是末日交派的第七席 屠杀 能力是肉身强化 超强治愈和血液控制 最近一年参与过六场重大犯罪事件 造成了数万人死亡 你一定要小心 小子 临场发呆可不是好习惯 尝尘这招 血弹 好快 幸好我赌得快 不然这条胳膊就没了 不错 比我想象的还厉害点 那接下来这招你怎么躲 血弹流星群 雷霆万军 除夕快 我困住他了 去去雷电就想困住我了 去死吧 速度也太慢 元素转化 居然还是雷系的 知道怕了就好 小姑娘 你的速度是挺快 不过只会躲的话 可抓不住我 那就试试看 你这技能有点意思 不过 我已经看破了 我可是末日教派给气息 差点就被你抓住了 不是差点 是已经 怎么会 现在 轮到我进攻了 想好一言了吗 完了 黑炎 我 你居然觉醒了黑炎结火 而且还升到了终极 威力很强 我很喜欢这个技能 这里交给我 你想办法把钢琴师解决掉 你不会觉得一个人就能应付得了我吧 谁说他是一个人 你这家伙怎么又活过来了 因为 你恶魔做了交易 死吧 你这个败类 恶魔的力量就只有这一点吗 你少得意 我的手 投降吧屠杀 你的手已经断了 再战斗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投降 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两个字 那就去死 很可惜 你这点攻击可杀不死我 还有我呢 黑炎 爆 终于结束了 不好意思 刚刚只是演戏给你看了 主心 这是个蠢货 这 这是什么地方 先知之子 欢迎你来到我的领域 你的手臂这么快就复原了 傻小子 我受伤的是肉体 这里可是灵魂空间 灵魂空间 什么意思 你马上就知道了 又发生什么了 这是灵魂天平 可以用来测量灵魂的重量 等称众开始后 灵魂更重的人将会获得对方的一切 包括能力 寿命 以及战斗技巧 什么 这是灵魂天平 可以用来测量灵魂的重量 当称众开始后 灵魂更重的人将会获得对方的一切 包括能力 寿命 以及战斗技巧 什么 这就是原罪游戏赋予我的能力 让我来审判你们这些废物 现在 逼品开始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像你这样的新手玩家 根本没杀过几个人 杀人 就可以增加灵魂的重量吗 当然 这是最快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你输定啊 那 那是什么东西 灾恶之神 卡欧斯的分身 卡欧斯的分身 你在胡说什么 怎么可能 那东西胜过成全上百个灵魂的重量 好 我还以为你跟他很熟呢 毕竟你们末日教派崇拜的 不就是这些所谓的神吗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看来 胜负已分了 混蛋 我怎么会输 我不甘心 既然上了赌桌 哪有指名不输的道理 选择押上全部神家 就只有两个几个 所有 或者一无限 可恶我 你赢得了灵魂对决的胜利 目标屠杀的存在已彻底抹除 搞定了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家伙怎么办 警告 怪异入侵 怪异入侵 玩家正在丧失身体控制权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 入侵进度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玩家已丧失身体控制权 钢琴室的法则支笔太厚 我们无法强行突破 最后防信还有多久才能到 一分钟 还剩一分钟 从船送门的大小来看 应该还需要五分钟以上才能完全召唤 来得及 好 那我们就再拖延一会儿 什么情况 幻影居然在主动扩展传送门 怎么会这样 只要这样下去 再过几秒钟 他就要降临了 不是吧 那种东西 怎么可能打得过 好久没和圣叶级的怪异战斗了 各位同志 我来了 破军先生到了 既然是冰霜巨人嘛 倒是许久没见到了 吃我一招 陈军中击 好厉害 这就是最后防线的实力嘛 真不愧是破军先生 按照战斗模拟结果 只要两分钟 破军先生就能完全击败冰霜巨人了 李查 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竹龙 刚才那么大的黑箭不见了 他在上面 有没有搞错 竹龙这家伙 怎么浑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小心 他要攻击了 攻击 可恶 打我干什么 风许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竹龙的生物线性无法被探测 呼叫也无应答 此神扭曲棱旗 正在急速提升 主教旗 不 圣殿旗 系统判定 竹龙已经暴走 现在你们面对的 已经不再是竹龙 而是另一个圣殿旗的怪异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竹西 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系统判定 竹龙已经暴走 现在你们面对的 已经不再是竹龙 而是另一个圣殿旗的怪异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竹西 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 怪物内侯 不对 钢琴师没有思想 他只是用来召唤怪异的工具 竹龙的能量 已经扩散到他的防御范围内 所以自动发起了反击 无尽者 当珠 感受绝望吧 一招 只用了一招 就把钢琴师干掉了 轮到 门了 好强的压迫感 我却 没办法行动 出血 你清醒一点 死了 怎么了 你们没事吧 护军先生 并保护了我们 并说巨人怎么办 放心 已经被我解决了 现在的问题是 本该是队友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非 该死 虽然真的被灾恶之眼夺射了 恭喜你 终结了一场超犯灾难 拯救江城 奖励功德值三百万点 迟到如今 奖励再多的功德值有什么用 你都被困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精神空间里了 由于宿主首次战胜圣殿级怪异 奖励强行收购集合一次 强行收购 什么意思 宿主可消耗一千元罪币 对指定怪异进行收购 成功率是目标的级别而定 若收购成功 该怪异将成为宿主的普层 若收购失败 则损失本次花费的原罪币 来的正是时候 快 试顶在恶之眼 为收购目标 温馨提示 由于目标和宿主实力差距过大 收购成功率会大幅下降 请宿主谨慎考虑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按我说的做 收购目标已设定 当前成功率为0.0001% 0.0001吗 确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数字 但对我来说 只要几率不是零 就有希望 开始收购 你已进行二十次收购 全部失败 共消耗功德值两万点 是否继续 继续 就算花工所有的功德值 也无所谓 以消耗五万功德值 以消耗十万功收购 以消耗一百万功德值 收购失败 快点 快点成功啊 以消耗三亿四千七百五十万功德值 收购成功 太好了 强行收购使用次数以消耗 灾害之眼已成为宿主扑从 身体控制权正在回收中 查看灾恶之眼的信息 圣殿级 好厉害啊 就是用一次消耗太大 冷却时间也要很久 身体控制权已完全收败 宿主将回归现实 请做好准备 看招 我去 什么情况 竟然能躲过这一击 没想到 你这个怪异还挺灵活的 怪异 大叔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 神区的处夕啊 大不过就像杨庄同伴来迷糊我吗 我可不胜这一套 神区复风拳 我 我似乎能看清他的攻击路线 而且 也可以躲开 这一群的残疑 这是 王莎的肉身恢复能力 大叔 我再说一遍 我已经恢复正常了 要是你再继续攻击 我可是要还手了 垂死挣扎 有什么本事 就使出来吧 在恶之眼 召唤 衰亡射线 不错嘛 小子 想不到 你还藏着这种地牌 是我小看了你 楚西 你给我住手 你如果再对最后防线发动攻击 组织就要镇定你叛变了 还有 破军先生 竹笼的神志已经恢复正常了 出任务时 请把通讯器戴上 你说什么 这大叔 就是最后防线 完了完了 一时冲动 直接用了灾恶之眼 他不会有事吧 啊 原来真的恢复正常了呀 我还以为是怪异在假装呢 抱歉抱歉啊 今天来得太着急 忘记带通讯器了 下次 我一定注意 居然 无伤 抱歉抱歉啊 今天来得太着急 忘记带通讯器了 下次 我一定注意 居然 无伤 被怪异控制后 居然能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这种情况 还真是少见呢 你没事吧 还算可以 就是脑子暂时有点混乱 对了 钢琴师呢 他召唤出的圣殿级怪异呢 圣殿级怪异 被破军先生解决了 至于钢琴师 是你刚才亲手干掉的 我 我干掉了钢琴师 没错 是在你被毒射期间发生的 所以 你可能没有记忆 有个好消息 告诉各位 江城范围内的怪异 已经全部被清理完毕 这里 再是安全了 还要你小子 竟然能和我打得 有来有回啊 真是 后生可畏啊 您太客气了 我刚刚是借用了怪异的力量 而且如果不是您 那冰霜巨人 就会把江城给踏平的 不要妄自飞搏嘛 我们都是仁安局成员 小货配合 是理所应当的 霍军先生 有紧急联络 请您赶紧接受 好 我信 最后防线成员请注意 请还是 以此出现S级时空副本 请即刻前往处理 好了 不要走了 年轻的朋友 希望你早日成长起来 成为人类最后的防线 多谢您的鼓励 我会努力的 不愧是楚风年教授的儿子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后会有期 随后放心 不知道我生的时候 才能够有种实力 别想那么多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呃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朱龙先生 现在有个紧急情况需要处理 怎么了 是江城还有其他漏网的怪异吗 不 是您之前给参加作战的玩家们许诺的奖励 他们急着兑换 已经快把仁安局的联络通讯打爆了 啊 差点忘了还有这件事儿 哎 帮我联系一下黑市商会 让他们安排地方 我去结账 可是根据初步统计 这次需要发放的原罪币超过三百万点 仁安局可不会给你报销的哦 请大家排好队 不要拥挤 原罪币准备充足 保证兑现 轮到您了 请进吧 啊 好的 猪龙先生 这是我的揭杀记录 请您顾目 你一个B级玩家 单人讨伐了五支残想棋 还合作收容了两支骑士级 厉害啊 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而且有这么好的机会赚原罪币 我自然要全力以赴 你已收到对方赠予的两万点原罪币 两万 猪龙先生 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应该只拿一万五才对啊 没错 多出的五千 就当是给你们拯救江城百姓的额外辛苦费了 多谢猪龙先生 多谢猪龙先生 没事 记得今后多做好事 可以攒功德 这 我明白了 下一位 终于搞完了 没想到发钱也是一件如此累人的事啊 您真是大手笔啊 我在黑市商会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像您这般出手阔绰的大佬啊 商会特意让我把这张卡送给您 以表达对您这次出手相助的感谢 这张会员卡有什么用啊 它代表您是我们最尊贵的客户 也是最亲密的朋友 商会销售的所有物品 您都拥有优先购买权 并且可以打折 说到商品 之前拍卖会上 那个被抢走的信标 还能找回来吗 您放心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保证在三天内将信标送到您手中 那就好 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独龙先生慢走 你在等我吗 事情都忙完了 算是吧 一些收尾的活 全都交给黑市商会了 那走吧 我请你吃点东西 你居然主动请客 还真是少见啊 你就说吃不吃吧 吃吃吃 记忆大队长请客 我当然要给面子了 师傅 两碗肉浇面 加蛋 好好嘞 大爷 昨天城里不是出现了怪物吗 您怎么还敢出摊啊 什么怪物不怪物的 不就是东城一个化工厂爆炸 有害气体让人出现幻觉了吗 我已经在这卖了二十年的面了 哪有什么怪物啊 化工厂爆炸 这是组织为了平息事件安排的理由吗 毕竟真相不能透露给一般人 那些真的亲眼目睹了怪异的人 怎么办 会有专门的催眠农历者负责处理 让他们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遇难的百姓 会被当作爆炸事件的牺牲者 由组织发放抚恤经 遇难者一共有多少 目前统计在案的平民一百六十三人 预计总人数应该有两百人左右 如果我能更强一点 说不定只能少死一些人了 请不吝点赞弹